我們一般人會這麼看法 但是乾隆皇帝他有意地要扮演 他其實是文書在人間的化身這樣子的角色 我是劉國威 目前任職於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擔任研究員 並且兼任無疾科的科長 也是這次忽必樂涵清代活佛文物 大展的策展人 這個展覽的主要名稱用忽必樂涵 忽必樂涵這個字眼 它其實是一個蒙文的字眼 蒙文裡面去翻譯 藏文裡面的所謂的化身 它的發音是忽必樂涵 滿文其實也就直接借用這個蒙文的語詞 那所以在清代官方的文獻裡面 講到某某西藏的高僧的 這個所謂的活佛轉世的時候 他其實從來不會使用佛佛這個字眼 他用的都是忽必樂涵這個字眼 等於說忽必樂涵 這是當時在清朝 稱呼這一類轉世佛佛的正式語詞 在檔案上面也是這樣子使用 滿洲人他當時接觸藏傳佛教 為什麼會信仰格魯派 其實主要是因為滿洲人 他們接觸藏傳佛教 是因為受到他臨近的蒙古人的影響 這尊忽刻八經像背後的明文 很清楚地記載 這一尊像是造於乾隆46年 那我們一般在西藏所看到的忽刻八像 大部分他都是頭戴肩頂的班智達帽 代表他是很博學的這樣子的一位高僧 那這一尊忽刻八像並沒有塑造這個帽子 就純粹就是忽刻八本身的僧人的樣貌 那他手上接縮髮印 然後兩邊各有一朵蓮花身像左右 那蓮花上面有金書跟智慧寶劍 代表他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這一尊像背後他的背光是以菩提樹的這個樣貌 然後並且有空行母護法等等的這些裝飾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在忽刻八的頂上 他有一個床帆 這個床帆上面有一尊畫佛 那那個畫佛是聖樂金剛 在忽刻八的傳記裡面記載忽刻八 他修行的本尊是聖樂金剛 那這樣子的一個設計的造型 也是在西藏的忽刻八的造像裡面比較少見的 我們現在所展的這一函豬品基奏經 跟龍藏經一樣有內戶經板 以及外面的外戶經板 那他上面的內戶經板呢 左右各有一尊佛像 一尊釋迦牟尼佛 以及一尊金剛齒 在他中間同樣是有三行字 翻譯過來就是頂禮佛 頂禮法 頂禮僧 那下內戶經板裡面是五尊的護法 中央的地勢以及左右各兩尊的四大天王 《諸品基奏經》是當時清宮裡面對這樣子的經典的一個特別給予的稱呼 在清代之前或之後都沒有看到這樣子的使用 從內容裡面來看 裡面所收的這些經典陀羅尼吉 指的是說很多的各種的咒語把它合抄在一起 這樣子的一個合集 清宮的這一函豬品基奏經 從他拔文裡面記載我們可以知道 他所使用的版本是當時17世紀初期的時候 菲格魯派是絕朗派的一位高僧叫達拉納他編寫的 那這個版本從西藏拿到北京之後 根據這個版本在做的抄寫 這兩幅文書軸都是乾隆26年的時候完成的 乾隆26年的2月 乾隆皇帝第三次到五台山朝聖 當時乾隆皇帝以書像寺的文書菩薩為底本 他就以水墨來臨摹了 等於說做了一個草稿 這個草稿後來帶回到宮裡去之後 他就請當時宮廷裡面的最有名的畫師之一 丁關鵬就花了七個月的時間著色完稿 另外這個文書軸不是像印度或是西藏的文書照相 手上會拿智慧寶劍 那漢傳的文書的像要不然是沒有拿法器 或者是手上拿的是如意 另外這兩尊文書軸上面的 文書的這個臉孔 應該是仿乾隆自己的面容而畫的 乾隆皇帝他一直認為 他也同時也刻意地去扮演 他是文書菩薩在人間的化身的 這樣子一個角色 就所以這個文書軸上面的照相 把這個文書的面貌 仿似乾隆的面貌 隱含的應該有這一層的用意在裡面 我想說那個文書卡 我們有一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 horribly 我們很有意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